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介绍第三个大的问题 借款费用的计量 先说第一个小标题 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之前提过了 站在数学算法的角度是减法 说为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介入的是专门借款 我们应当与专门借款 在当期所发生的利息费用总数 要强调的是资本化期间 那我们要减掉什么 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 取得的利息收入 或者胆子稍稍大 那么一丢丢 我们进行暂时性的债券投资等等 取得到投资收以后的什么 金额来确定 确定为专门借款利息费用的资本化金额 为什么 因为在资本化的期间内 你的这个借款呢 就是你的这个借款是专门借款 它专门搞这个资产的建造 所以呢 在资本化期间内的利息净支出 要全额资本化 它跟资产支出不挂钩 跟你当时花了多少多少钱 没关系 好了 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单选题 来体会一下它的这套游戏规则 说某公司于二毛二零年的7月1号 从银行取得专门借款是五千万元 用于新建移动厂房 它的年利率是5% 利息分季度来支付 借款的期限是两年 2020年的10月1号 工程正式开始建造 那预计的工期是15个月 说明这个资产 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才要出包方式来建造 那么公司于开始建造日 还有2020年的12月31号 以及2021年的5月1号 这三个时间 分别像建造承包商 付款是1200万 1000万和1500万元 这个钱呢 是陆陆续续的 随着工程的进度呢 来花 就意味着到某一个点上呢 有闲下来的借款资金 去投资会产生收益的 那么由于可预见的冰冻气候 工程在2021年的1月12号 到3月12号期间暂停 那么这个可预见的冰冻气候 所导致的停工是属于正常中断 然后又说中断期呢 这是多少 一二三 中断期呢 是三个月了哈 虽然呢连续达到三个月 但是由于呢 它是属于正常的中断 因此这三个月的期间呢 要正常资本化 就不涉及到暂停问题 好 2021年12月底 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们向承包商支付了工程的 尾款是800万 那么该公司从取得专门借款开始 将闲置的借款资金投资于 月收益率0.4%的固定收益类的 债益券 如果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公司在2021年应当于资本化的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是多少钱 这个题只涉及到专门借款 所以我们用减法就可以了 先算一下什么 资本化期间内全部的利息费用 用本金是5000万乘利率5%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从上一年是不是就开工了 那借款呢是上一年的7月1号借来的 钱最早一笔呢在上一年开工日是不是也都花了 就意味着上一年的某一天 哪一天呢 比如说上一年第一次花钱的是2020年的12月31号 对吧 那就因为这个点呢 2020年的12月31号这个时间点 是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我们这个题呢 他问的是2021年 那2021年的1月1号到当年的12月31号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停止资本化 就意味着2021年的全年呢 都是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 这样的话呢 我们5000万元的本金成利率5% 你就不用成时间权重了 就是当期的实际利息费用 还要减掉谁 减掉闲下来的借款资金去投资产生的收益 来那到2021年的1月1号 我们显下来的资金是多少 咱们的借款资金呢 是5000万元 那么上一年的10月1号开工建造日 我们付了1200 然后2020年的12月31号年底呢 我们又付了1000 这样的话呢 一共是付出去2200 要5000减掉2200 闲下来2800 从2020年12月31号 或者说呢 从2021年的1月1号开始呢 闲下来2800 能够投多少个月 你就看下一次花钱是几月份呗 是5月1号 1234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减掉2800乘0.4%的月收益率 还要乘一个四个月 把它减掉 OK 那么到2021年的5月1号呢 我们又花掉了1500 你看他俩相加的是2200 2200加上1500是多少 是3700 用5000万元减掉3700万元 剩多少了 剩1300 就意味着 截止到2021年的5月1号这个点呢 我们闲下来的资金是1300 去投资 到当年年底呢 多少个月 8个月呀 从5月份开始 前4个月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呢 后面还有8个月 要减掉1300 乘0.4% 我们还要乘上一个8个月 好了 减掉后的结果呢 是163.6万元 就是专门借款在当年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正确答案呢 是2B 选项 是正确的 好了 那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第二个小标题呢 开始介绍一般借款 数学上的算法叫乘法 说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内 未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 我们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 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群平均数 去成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来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怎么理解 如果说资产的构建没有占用一般借款 即便你在资本化的期间 那么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是费用化处理的 不涉及到资本化问题 那什么情况下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 才涉及到资本化问题呢 就是我们资产的构建 专门借款的资金不够了 开始占用什么 一般借款 我们要按照占用的一般借款资金部分 进行资本化的处理 由于一般借款的占用 钱呢 它也是陆陆续续的去花 不是说一次都给花掉 那我们没有那么花钱的是吧 所以呢这里面就算出来一个加群平均数 这个加群平均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工程的建设所占用的一般借款资金 可以把它理解为本金的一个加权 然后算利息呢 当然用本金成利率啦 所以呢后边成的一个资本化率 它其实就是 其实呢 它就是一般借款的加群平均利息率 来吧 一般借款应用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我们按照下边公式来计算 这些公式啊 不用死记硬背的 我们通过做几道题目 很容易就把它掌握了 好了那么核心的这个公式呢 是算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乘法 要累积到资产支出 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群平均数 我们一般呢 就把它简单的称之为资产支出加群平均数了 那么去成什么 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好 那乘号左边和右边这两个数呢 怎么算 分别来说明 对于资产支出加群平均数 我们要每一笔资产支出的金额 就是花出去的钱 去成时间权重 那这个分式的分母呢 是当期的期数 如果按照月份来算 比如说当期的期数是全年 那就12倍 那分子呢 该比借款支出在当期所占用的期数 比如某一笔呢 是7月1号开始占用 到当年年底呢 多久 6个月的时间 那你这边呢 乘12分之6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呢 其实就是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加群平均利息率 那也是我们财务管理部分 筹资管理当中的加群平均资本成本 好了 那要所占用的一般借款 当时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 除以所占用一般借款本金的什么 加群平均数 那本金的加群平均数又怎么算呢 也很简单嘛 要所占用的每一笔一般借款的本金 乘时间权重 那分式的分母呢当期的期数 比如说12 分子呢是每一笔一般借款 在当期所占用的期数 比如说呢 就是某一笔借款啊 那么它是在4月1号这天怎么样 4月1号这天借来的 那你说这个时间权重是多少 分子呢是在当期所占用的期数 那就是9个月呗 分母呢是12 那就乘12分之9 好了下边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 把刚才这几组公司的原理 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们工程建设 进入到2021年的1月1号这个点 专门借款的资金就花没了 开始占用什么 一般借款 对了这里边还有一个游戏规则 我们教材没讲 我说一下 如果既有专门借款 也有一般借款的话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先花专门借款 花没了 再花一般借款 那有同学说那一般借款如果也花没了呢 开始占用自有资金 如果说到哪个程度呢 就是开始占用自有资金这个程度了 就不涉及到利息问题 那我们税务师考试呢 不会涉及到这么复杂的问题 大家不用去 这个不用去这个启人忧天了 好了 那么进入到2021年的1月1号呢 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那占用的金额呢是500万元 这样的话呢 算资产支出加权 平均说 你说我们这500万成谁 12分之12 当然你可以不用成了 好 那到8月1号呢 又占用了300万元 这300万元得乘什么呀 那你查去呗 8、9、10、11、12 5个月乘12分之5 进入到10月1号呢 又占用了240 那你10、11、12三个月 再加240乘12分之3 是不是就可以了 结果呢 是685万元 好 那我们刚才这一组呢 算出来的是资产支出的 加权平均说 那么为了算资本 资本化的金额 是不是还得算资本化率呀 比如说我们占用的一般借款呢 有这样两笔 第一笔 是当年的1月1号 借来的本金是1000万 利率呢 8% 第二笔呢 是当年的10月1号 借来的本金是500 利率呢 是百分之 多少 百分之6 好 那我们算资本化率 就是用当年的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的加权 好 那利息呢 第一笔是1000乘 8% 好了 加第二笔呢 是500乘6% 再乘12分之3 千万别忘了 10、11、12 那么这笔借款产生的利息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我们这个6%呢 是年利率 所以呢 你得把三个月 折成12分之3年 好 那相加的结果呢 是87.5万元 接下来呢 是本金的加权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要第一笔呢 是1000 你可以乘12分之12 当然也可以不成了 我们再加上第二笔500呢 乘12分之3 结果1125 要利息87.5 除以本金的加权 是1125 那这个结果呢 是7.78% 就是资本化率 那俩数都有了 做一个乘法 要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是685 乘资本化率呢 是7.78% 那我们算出来的 资本化金额呢 是53.293 那道理 没那么难是吧 好 下边呢 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呢 是每一个会计期间的 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不要超过当期 什么呀 实际发生的 利息金额 那当然了 因为当期 实际发生的 利息金额 总数 它包括两部分 那么一部分呢 是资本化的 那一部分呢 是费用化的 也就是说 它讲到了一个哲学 还是什么学的原理 你部分的合 那你不能够超过整体 好 那么第二个提示呢 是如果借款费用 开始资本化 在年初 上一年 一般借款 已经怎么样 上一年 一般借款呢 都已经借来了 我们算资本化 律师的本金分母 往往就不需要加选 因为年初就有了 如果说当年到年底呀 整个这一年 都是资本化的期间 那分子和分母 都不用加选了 好 如果说一般借款 随借随用 我们算资本化 律师的那个 本金分母呢 就需要考虑 时间的权重了 当然该种情况下 分子的利息呀 有的借款 它没有占满12月 它也需要考虑什么 时间的权重 好了 原理呢 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开始刷题 例一 贾公司 于二毛二零年的 一月一日 正式动工 兴建一状办公楼 预计的工期 是一年两六个月 属于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资产 那么这个工程呢 采用初包的方式 分别于二毛二零年的 一月一日 二毛二零年的 七月一日和二毛二 一年的一月一日 支付工程的进度款 好了 贾公司 为建造办公楼 于二毛二零年的 一月一日 这一天专门借款 是两千万元 期限是三年 年利率 百分之六 另外呢 在二毛二零年的 七月一号呢 又专门借款 是四千万元 它的借款期 那借款期是五年 年利率呢 百分之七 借款的利息 是按照年度来支付 属于分期付息的 所以我们票面利息呢 使用的科目叫应付利息 好了 那如果说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呢 本章例题当中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呢 都是相同的 就是没有利息调整和利息调整 贪消那些烦心事 好了 那么闲置的借款资金均用于固定收益债券的 短期投资 它的月收益率呢 是0.5% 办公大楼于二毛二零年的 六三零如期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甲公司为建造办公楼的支出金额 如下表所示 第一笔呢 是发生在二毛二零年的1月1号 支出金额是1500万元 由于呢 它是第一笔 所以累计的支出呢 也是这么多 而我们专门借款资金有多少 最初我们借来的是2000万元 那在这个点上就花掉多少 1500 就意味着闲下来多少 500万元可以去投资 当然 根据我们这一组信息 大家也能够判断出来 借款费用 你说开始资本化的时间点 是哪一天 你看二毛二零年的1月1号呢 钱花了 这叫发生资产支出 那同时这一天也开工了 同时呢 这一天也把款借来了 也发生借款费用了 就意味着这一天呢 是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间 好了 那么二毛二零年的7月1号呢 六个月后 我们支付第二笔 资金是2500万元 这样的话呢 他俩一相加 累计的资产支出是多少 是4000 而我们专门借款呢 最初只借来2000 不够了是吧 幸亏怎么样 幸亏呢7月1号这一天呢 我们又及时的借来4000 这样的话 专门借款的总额呢 是6000 而到这个点上呢 我们累计的资产支出呢 是4000 用6000减4000得多少 是不是得2000 这2000呢 是在这个点上 闲下来的专门借款 那也可以去投资啊 这是二毛二零年 那么进入到二毛二零年的1月1号呢 我们花第三笔钱 1500 这样的话呢 累计的资产支出呢 就是到这个点的4000 再加上这个1500 5500了 我们的专门借款 一共呢 有6000 减掉5500 剩多少 是不是剩500啊 也可以去投资 到6月30号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停止资本化 还能够投6个月呀 好了 这个提的资料呢 就这么多 我们分析一下吧 那首先呢 资本化的期间 是二毛二零年的1月1号 到二毛二一年的什么 6月30号 一年吧 第二呢 算资本化期间内 专门借款 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我们先算二毛二零 要第一笔2000乘6% 全年的 加第二笔 是4000乘7% 7月1号才进来 到年底呢 半年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还要乘上一个 十二分之六 结果呢 是260万元 那二毛二一年呢 上半年的利息 我们要第一笔 2000乘6% 乘十二分之六 加第二笔 4000乘7% 也要乘十二分之六 那都是占半年 结果呢 是200万 好了 下面呢 我们算 闲置的专门借款去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呗 很简单吧 二毛二零年 那我们最早呢 是在1月1号这一天 闲下来的500 能够投多少个月 6个月 因为到7月1号呢 又就把它花掉了 这样的话呢 500万元乘0.5%的月收益率 再乘6个月 是不是就可以了 而我们到7月1号呢 又闲下来 2000乘0.5%到年底呢 还有半年呢 我们再乘上一个600 它俩一相加的结果呢 是75万元 而二毛二一前六个月 闲下来的 是500万刚刚分析过了 500万乘0.5%乘6 那这个结果呢 是15万元 这都是准备工作 那到 华尔市呢 做一个简议法呗 二毛二零年 那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用总数二百六 总数二百六在哪呢 这不在这儿呢 减掉闲置的专门借款区投资产生的受益 75就这个数 那么这个数字是185万元 好 二毛二一呢 我们用总数呢 是200在哪呢 那不在这儿呢 减掉闲下来的部分产生的受益 15万在这儿呢 所以呢 200万减掉15万 那这个结果呢 也是185万元 那纯数交合 好了 数字算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作账了 二毛二零年 那我们全部的利息呢 260代应付利息 好了 资本化的金额185万都已经算出来了 借债建工程 75万元呢 是闲下来的专门借款去投资产生的收益 如果说这个钱到账呢 借银行存款 如果这个钱没有到账的话呢 借应收利息 金额呢 是75万元 那如果说有同学对于这个做法呀 还是无法接受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两步 拆开两笔 分录 第一笔呢 是按照总额 贷应付利息 借赛建工程呢 是260 好 那么第二笔呢 是核算谁呀 我们赚的那个利息收入呗 借应收利息 获银行存款75万元 代方冲谁 再建工程 他俩一合并 就是这个结果 好了 二毛二一年的630 我们总数呢 是200代应付利息 好了 那资本化的金额 185借再建工程 产生的收益15万呢 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 比较简单 好了 第二 承接刚才利益 假设假公司建造办公楼 没有专门借款 所占用的都是什么 一般借款呢 那所占用的一般借款呢 是两笔 所以呢 涉及到我们算一个什么 资本化率的问题 如果只有一笔的话呢 那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拿来用了哈 好了 括号一呢 像以银行呢 长期借款是2000万元 期限是二毛一八年的 12月1号 到二毛二一年的 12月1号 那这个简单的延伸一下啊 我们这个借款费用 停止资本化的时间点呢 是在这个时间之前 是在二毛二一年的 6月30号 所以呢 我们是 我们这个到期日呢 是比他晚 所以就比较简单了 如果说在停止资本化之前到期 就比较麻烦 当然我们税务师考试呢 不会涉及到这些麻烦事 如果你对他感兴趣 你可以听我注册会计师的课 那里面讲的比较深 好了 年利率呢 是6%按照年来支付利息 好了 第二个呢 是发债一个亿 于二毛18年的1月1号发行 期限是五年 年利率呢 8%按年来支付利息 咱们假设这两笔 一般借款除了用于办公楼建造以外 没有用于什么 其他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 构建或生产活动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它是一般借款啊 如果说你把它资本化处理 只能资本化到哪去啊 只能够资本化到我们这个办公楼的身上 资本化不到其他资产的身上 这么个意思 好了 前年呢 按照360天来算 其他资料呢 沿用我们刚才这道例题 构建办公楼的支出金额 我们看一下 第一笔呢 是1月1号 付出去1,500 那么累积支出呢 也是1,500 好了 那么第二笔呢 是7月1号 付出去2,500 累积支出 累积支出呢 是4,000 这是二毛二零年 那么二毛二零年呢 年初呢 我们又付出去1,500 那么累积的支出呢 是5,500了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题目 首先算资本化率 二毛二零年的资本化率呢 要第一笔 2000乘6% 加第二笔呢 一个亿乘8% 因为这两笔 一般借款在借款费用 开始资本化之前上一年 都到位了 所以呢 这边就没有时间权重了 出一份母同样的道理 2000加1万 没有时间权重 结果呢 是7.67% 二毛二零年所占用的 一般借款资本化率呢 用第一笔 2000乘6% 由于呢 到6月30号停止资本化了 资本化的期间呢 是多长时间 是半年是吧 所以呢 要乘一个三百六分之一百八 按照六个月算 好 加上一个亿乘8% 然后再乘什么 三百六分之一百八十 按照半年来算啊 好了 除以什么呀 除以同样的啊 分母呢 第一个是2000 加第二个是1万 也要乘什么 三百六分之一百八十 这样的话 大家发现分子和分母呢 都乘了一个三百六分之一百八 相当于是没乘啊 算出来的结果 依然是百分之七点六七 神不神奇 神奇是吧 那么什么情况下 它就不神奇了呢 它数就不一样了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烦心事 什么烦心事啊 如果说某一笔一般借款 6月30号之前 比如说在三月底到期了 该笔借款的权重 就不是三百六分之一百八了 那就是三百六分之什么 分子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三个月 一二三三个月 三三得九 那就是三百六分之九十 那我们税务是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别担心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算累积支出加权平均数 二毛二零 第一笔呢 是年重1500乘三百六分之三百六 加第二笔呢 是七月一号2500乘三百六分之一百八 结果那是2750 二毛二一呢 年初注意 我们又发生的支出呢 是1500 但是截止到上年年底 已经发生的支出是多少 是四千 别给漏掉了 它俩加起来叫累积支出 叫累积的资产支出 那我们还要成什么呀 还要成上一个时间权重呗 三百六十分之一百八 这才叫累积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结果呢 是2750啊 下面算资本化的金额 乘法 二毛二零年 我们用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2750 乘资本化率呢 是7.67% 这个结果呢是210.93 那当年实际发生的 一般借款利息费用总和呢 要第一笔两千乘百分之六 加上第二笔一万乘百分之八 结果是920 这样的话 他俩的差额就是什么什么化呢 就是费用化的 二毛二一呢 那资本化 资本化的金额 要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2750 乘资本化率7.67% 那这个结果呢 依然是210.93 好了 那二毛二一年的上半年 资本化期间 实际发生的一般计划利息的总和 那我们要两千乘百分之六 第一笔加一万乘百分之八 第二笔的和 这是全年呢 乘三百六分之一百八 结果呢 结果呢是四百六十万元 我们用四百六减掉 二一一零零点九三 差额就是谁的 就是费用化的金额 数字算完了以后 我们编分录呗 二毛二零年底 全部的利息 九百二代应付利息 那资本化的金额 二一零零点九三万元 借再建工程 当然我们这个分录里边的 金额单位是元 差额七零九点零七万元 对吗 我们到几的方式 把它记住到财务费用 好了 那么二毛二一年的六月三十号呢 半年的利息总和四百六 代应付利息 资本化的二一零零点九三万元 走再建工程 那差额二四九点零七 做什么 财务费用 好了 那这两个题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我们看2020年的这个单选题 说甲公司2011 2019年的1月1日开始建造一栋办公楼 工期预计是两年工程采用出包的方式 那工程占用的一般借款是两笔 第一笔呢 是2019年的1月1日 向银行取得长期借款是五百万元 期限是两年年利率呢 百分之六分期付期到期监本 那第二个呢 是2019年的7月1号 向银行取得的长期借款是一千万元 那么期限是三年 年利率是八分期付期到期还本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2019年该工程占用的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是多少 那提考的太基础了是吧 套公司啊 用两笔借款的利息之和除以本金的加权 我们开始资本化呢是在哪一天 你看1月1号呢开始建造 那1月1号呢我们把第一笔借款借没进来 当然这里面就是默认1月1号这天花钱了 1月1号是开始资本化各时点 这样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权重的问题了 第一笔呢 第一笔没有权重是吧 第一笔是没有权重的 第二笔呢由于是7月1号借来的 那就有权重呗 所以呢我们用第一笔500乘6% 加上第二笔呢是1000乘8乘12分之六 然后除以什么 第一笔本金500加第二笔本金1000乘12分之六倍 那这个结果呢是7% 选项A是正确的 18年的单选 根据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 下列借款费用 在资本化时需要与资产支出额相挂钩的是哪一个 那当然是什么一般借款了 因为一般借款如果说不被工程占用的话呢 它的利息是分用化处理的 什么情况下才涉及到资本化处理问题 就是工程建设开始占用一般借款了 我们按照占用的部分的资产支出 加全平均数乘资本化率算 而咱们专门借款在资本化期间内不管你占不占用 不管你花多少 那它的利息净支出呢都要全额资本化 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B这个选项 好了 15年的多选 下列关于借款费用当中辅助费用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咱们教材有一个标题专门讲辅助费用 大家也发现了我的讲印当中有吗 没有是吗 因为没有必要单独谈它 这个教材写法都太落后了 因为辅助费用和前面谈过的那个一折价的摊销 就是在算实际利息 我们辅助费用怎么处理 在发生的这个时点 是把它进入到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集体利息 还没有发生借款费用啊 所以什么时候呢 就是到期末 我们用期出贪余成本 乘实际利率 算当期的实际利息 这才叫发生借款费用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那么在所构建的资产 尚未开始实体建到之前 那就是在费用化期间 发生的一般借款的辅助费用 应当资本化错 应当费用化 B呢 在所构建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后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后 也是费用化的期间 那发生的什么 专门借款的辅助费用 应当进入到当期损益 这个说法是对的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按照实际利率法 用期出贪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算出来的利息费用 就通过财务费用 进入到当期损益了 好了 那C呢 在所构建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前 是不在资本化期间吗 发生的一般借款的辅助费用 应当进入到当期损益 那你资本化期间 应当是资本化处理的错 第 在所构建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资本化期间 发生的专门借款的辅助费用 应当进行资本化的处理 那这个是对的 第呢 在所构建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后 费用化的期间了 那么发生的一般借款的辅助费用 应当进入到当期损益 正确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第一这样三个选项 下一个单选 2021年的1月1日 甲公司开始建造厂房 预计的工期是两年 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好了 这个工程呢 没有专门借款 所占用的一般借款 占用两笔是吧 两笔一般借款 那第一笔呢 是2020年的1月1号发行的总金额是5000万元的一般公司 债券 它的期限是五年利率呢 年利率呢 是8% 那么另外一笔呢 是2020年的10月20号取得的五年期长期借款 那本金是1000万利率呢 6.5% 甲公司分别于2021年的1月1号 9月1号支付工程款900万和1200万元 假定这两笔一般借款 除用于该厂房的借道以外 没有其他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或生产活动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是吧 如果呢你资本化处理是能够把它记住到该资产的成本 好了 那则甲公司2021年这两笔一般借款发生的利息应当与资本化的金额是多少钱 要累积的资产支出加钱平均数乘资本化率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得确定一下资本化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由于2021年的1月1号我们开工了 那这一天呢把第一笔一般借款是不是也都借来了 那这一天花卖花钱 说了这不是2021年1月1号花第一笔钱吗 就意味着年初就是资本化开始的时点 那么到当年年底呢 还在建设当中 所以整个这一年呢都是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 那这个就非常之简单 资本化率 第一笔5000乘8% 加第二笔1000乘6.5% 这是总的利息 整个这一年 都存在 好了那我们除以第一笔本金5000加第二笔本金是1000 那结果呢7.75% 下面呢算的资产支出加全平均数 来吧我们第一笔呢是在年初支出的是900 乘12分之12可以不成了 加第二笔呢是9月1号支付的 90是124个月 所以呢我们要乘上加12要乘上十二分之四 那这个结果呢是1300万元 用13乘7.75%的结果呢是100.75万元 照答案吧 选项4D呢是正确的 好了 好下一个单选题 说2021年的1月1号 甲公司从银行取得年利率是8%的专门借款 是2000万元 用于当日开工建设的厂房 2021年全年累计发生的建造支出呢是1800万元 2022年的1月1号 甲公司又从银行取得年利率 是6%的什么款了 一般借款是800万元 当天支付工程建造款是600万 那到这先暂停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们这里边既有专门借款 也有一般借款 那么游戏规则呢 先花专门借款不够了 再花一般借款 所以呢 那截止到2021年底 累计的建造支出1800 再加上2022年1月1号又花的多少 又花出去600 就是截止到2022年1月1号 这个点上的累计的资产支出 那你减掉谁呢 减掉专门借款的2000 就是谁 就是占用的一般借款资金 好了 那甲公司没有其他一般借款 如果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2022年第一个季度 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的金额 是多少钱 这个题稍稍有一点难度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另辟其境 考我们按照季度算资本化的金额 那么这种考法呢 在税务师考试的历史上出现过 在中级职程考试的历史上出现过 但是呢 在CPA考试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当然大家用part吗 不用part 只要把原理理解好了 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算两个数字呗 一个呢 是截止到2022年第一个季度 就是算一下2022年第一个季度 这三个月 累计的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 资产支出加据平均数 另外一个数字呢 是资本化率 好 那截止到2022年的1月1号这个点上 我们能够算出来累积的资产支出呢 是截止到上一年的1800 加上当年年初又花到多少 1800加600 2400 而我们专门借款只有多少 什么只有2000 用2400减掉2000 差额是400 这400呢 在2022年的1月1号这个点 注意画一个图 这是二 这吧 这是2022年的1月1号这点 截止到这个点上开始占用什么 一般借款 开始占用的一般借款资金 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 就是用这个1800加600 2400减掉那2000 那这个结果是400万元 好了 他后面说明说到2月份 比如说这是1月1号 这个是2月1号是吧 这点呢是3月1号 然后这个点呢就是3月31号了 那我们这个题的资料里面 说明说后边几个时间点又发生资产支出了 没说呀 那就简单多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照季度算资本化的金额 那这个季度3月 那这个季度3月累计的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群平均数 是多少 因为季出这个点上 到1月1号 1月1号这个点上我们占用的一般借款的是400万元 在我们这个计算期 第一个季度这3个月的月初就有了 七初就有了 我们就不用乘时间权重 如果乘的话呢 也是乘多少呢 乘三分之几 乘三分之三 看明白了吗 好 那下边呢 我们重点呢 就来计算资本化率呗 资本化率 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笔 只有一笔一般借款 我们用这三个月的什么东西 我们用这三个月的利息 除以本金的加权就行了 三个月的利息呢 用它的这个本金是多少 是800乘利率6% 这是全年的 注意这个60%是年利率 我们还要乘三十二分之三 把它折成三个月的利息 除以什么呀 除以本金的加权呢 走不走吗 除以本金的加权 由于这个本金呢 是在什么时候借来的 是在1月1号这个点上借来的 占满 三个月的 本金不用加权了 要如果加权的话呢 本金也是乘三分之三 就把它算出来了 所以来吧 那我们先算2022年 蒋洋斯第一个季度 一般借款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要截止到上年年底的那1800 加上我们当年年初的600 减掉专门借款的2000 就是刚才我算出来的那个什么 400 乘三分之三 也可以不成了 400万元 好了资本化率 分市的分子呢 是三个月的利息 我们用本金800 乘年利率6% 还得乘十二分之三 除以分母 应该把它酷起来更规矩是吧 让它看起来更舒服 好了 那么我们除以这个800 乘三分之三 800呢 是它的本金 三分之三呢 是权重 因为在这个计算期 第一个季度的 季初就有了 所以它就不用成了 如果成的话 也是三分之三 我说如果呀 在2月1号这个点上 又发生了一笔资产支出 你说它的权重是多少 那就是三分之二 资产支出 你就得成什么 你就得成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算资产支出 加全平均数的时候 在这个式子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2月1号那笔资产支出 我随便编 比如说300万元 你就得成上一个三分之二了 理解了是吧 好了 那我们用资产支出 加全平均数400 乘资本化率呢 是1.5% 那这个结果是6万块钱 就是第一个季度 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那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C选项 好了 那第二个小标题 咱们就讲完了 第三个小标题呢 是外币借款汇兑差额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对于外币的专门借款呢 在资本化期间内 本金和利息所产生的汇兑差额 要资本化处理 那在费用化期间呢 当然它就费用化了呗 如果是外币的一般借款 简化处理 本金和利息产生的汇兑差额 大家注意 不管你是在资本化期间 你还是在费用化期间 都是什么话 都是费用化 那这样的话 第三个大的标题也讲完了 第三个大的标题 就是关于计划费用的计量 整个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讲完了